我叫林卓達 最初我對會所不太注重 我媽媽聽到有人說 林西學堂的時候 周年紀念有紀念會 有禮物和餐食 新年又慶祝 我媽媽加入了我的兄弟 入了會 我在1980年的時候 差不多時間 正式上來林西學堂 幫他們辦事 當時我們不太懂事 原來有很多東西要學 關於禮儀 我們去外面做紅白的事 我在2008年退休之後 我就開始正式做書記 跟著其他兩個長輩 看他們做什麼 有很多東西要學 如何跟別人溝通 不可以太過自私 我們最好沒有自私 儘量解釋給其他中親聽 讓他們明白 我們中親會是做什麼的 不是說我們隨便 正式去幫助中親 有時候我記得有個中親 剛剛從香港來到 我們就幫他搬屋 他住哪裏 我們就幫他搬行李 去那裏地方 終於我們有哪裏需要 我們都免費幫他做事 有時候有些文件 他們不太懂 要別人去翻譯 我們都是去跟他們翻譯 所以我們對於社區方面 都有很多貢獻 暫時有這麼多 最初我來的時候 是在這裏讀書 我在Bittania Secondary School 讀的 那時候 在Kiva街 在Panda街 很旺 以前有一個叫Kiva Bakery 蛋撻很美 很好吃 一路下去 在Panda街 也有很多 很好的酒家 以前是鑽石酒家 有個名院 以前有個竹林院 有很多個食堂 不像現在 現在有藥材店用多個食堂 我們希望多些酒家 回來開店 對於我們 唐人街 會有很多幫助 那時候 通常我讀書的時候 偷雞 放午餐休息的時候 拆彈車 在這裡 吃完午餐後 就回去讀書 那時候 生活非常好 沒有那麼多 壞的事情 發生 最多就是醉貓 其他就沒有什麼 好的 我在這裡 的時間 在1994年 他們成立了神樓 以前是那個書記 扮演的 他老了之後 他告訴我 你幫忙 打理神樓 很大的責任 要是要 神主牌位 又要學習 無形中自己 學習了 怎樣去寫中文 我們有很多活動 我們有太極班 二四 打麻將 星期三 他們在這裡唱歌 星期五 他們是學國語 根本上 那時候 那群退休人士 我沒有退休 我沒有客人參加 他們每個禮拜 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有時候 或者 星期日也會跳舞 最初 我也是負責了 教功夫 那些功夫 對於小孩子 就不是很辛苦 那些功夫 一年兩年 他們都不去練 所以我們功夫 就退了 另外 在我們 熱天的時間 我們會有一個郊遊 郊遊 去哪裡 去到其他公園 例如 QE Park 我們最遠去過一次 和平門 有時候 我們去到 有一個地方 去到很遠 那時候 那些交通費 不是現在 那麼厲害 我們都租到兩架巴士 去到 那個 一個 不是很清楚 那個地方 是一個公園 我們都去到那裡 每個人都很高興 那時候 我覺得是 最好的時間 亦是很多 吸引 那些 中親回來的 功夫 我學功夫 第一 就是 智慧 第二 就是 健身 最重要 就是 不是 學了功夫 我們出去打架 我們出去 我們是 要練習修養 就是 學了功夫 你出去打架 這個人沒有什麼 沒有得 所以 我們要很注重 修養 這件事 我現在已經 忘記了 已經七十 所以 第一 我們要遠 我們的 我們的門派 不是硬的 紅犬是硬的 我們是比較 軟中大硬 硬中大軟 我們通常 最出名的 蔡里佛 蔡里佛是 村 盆 賊 這是最重要 另外我們是盆橋 就是盆橋村 盆橋村 接著 穿回來 我便插 很多款 但練到最高的時間 沒有拘束 你喜歡怎樣用 是怎樣用的 所以 這件事 就是 蔡里佛 但始終 最重要是收養 不是經常打架打架 關於我們的會 第一 最重要是我們服務 所以 有什麼要求 我盡量幫助他們 我們希望 回到來 這是一個大家庭 不是家庭 盡量 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做法 不可以 第一 盡自己的力 去辦到好 對嗎 這是最重要的事 另外 跟其他的會所 我們都去 談談他們 看看他們 有些什麼 我們跟他們 都有來往 所以 大家都 不是太過隔膜 有什麼事 我們都要通知一下其他人 就好像 我們中華會館 中華會館 我也有上去看 問問他們做什麼 因為中華會館 是代表 唐人街 唐人街 他要做什麼 要提供一些意見 如何做得最好的 不是說 有些事幹 有些事情 我們是去 另外一邊發展 你們要去 讀英文的媒介 告訴他們 我們有什麼需要 不只是說 中文報紙就是 我們中國人去看 西方國家的人 他不會去看中文報紙 應該在西方文化方面去著手 盡量多些人認識 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好像現在很成功 就是我們中秋節 Lantern Festival 另外就是爬龍船 我們兩樣東西在這裡 已經非常之成功 另外就是我們春節遊行 這件事也是令到 我們非常之好 這件事就是盡量去搞好一點 是我的心得 關於新的會員和其他人 第一,他要自己來 有興趣回來 我才可以解釋給他 不是說我怎樣去找他 他們都不回來 所以這件事最重要是 和他們聯絡多些 我都說 有時我們遲早 我們的開會 是會 講多些英文的 就是英文化 我們要和其他人溝通 我們不和他們溝通 我們不成功 成功就一定要和他們溝通 一件事 我們不在一起 我們不可以誇張